随着时间的推移 2021年即将过去 而本赛季中超联赛也将在两周内结束 联赛火急火燎的开始又火急火燎的结束 基本上都是因为国足的缘故 国足每次参加试育赛 前面流出至少半个月作为集训期 后面流出一个月作为隔离 所以正常只有不到两周的国际比赛日 到了国足这边硬生生被拉长到了两个月 所以才出现了之前两次国际比赛日 中超暂停了四个月 而这次复赛又要匆匆的在1月4日结束 国足下一次试育赛是在明年1月27日 1月10日所有裹脚将重新集结 再次提前半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 虽然国足现在基本没了出现希望 但是在准备工作上仍然比谁都做得充分 这不免让球迷觉得很是尴尬 这次国足集训规划球员能否回归 将成为外界重点关注的方面 如果这次返回巴西的几位规划球员都不能回归 到了国际赛场 恐怕我们将再次成为笑柄 花了重金规划不仅没有进世界杯 而且规划球员也没留住 洛国富是几名返回巴西的球员中最晚回去的一位 洛国富首先还是跟随国足一起返回国内 隔离结束后回到广州跟俱乐部进行谈判 最后没能达成一致他才返回的巴西 他最后也放弃了近四千万的薪水 可见留在国内效力还是他的第一选择 再加上他多次向球迷以及国足表示 只要国足需要他他就会立刻回来 当然真的到那一刻 谁也不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近日在巴西媒体环球体育对洛国富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 这一次洛国富罕见的当着巴西媒体的面 表达了他想为国足出力在中超踢球的想法 他表示我想继续留在中国 我是中国人 这些话语如果放到国内对国内媒体和球迷说 那可能不代表什么 毕竟在什么样的人面前说什么样的话 这大家都理解 但是在巴西媒体面前当着巴西球迷的面说出来 那大概率是他的真心话了 洛国富希望继续自己中国国脚的生涯 为国足征战剩余的12强赛以及2023亚洲杯 目前国足也确实需要他这样冲击力强的前锋 而且在态度斗志方面甚至比我们原来的本土球员还要强 这样的球员我们没理由不需要 其实洛国富回到巴西后已经收到了一些巴西球队的邀请 但是洛国富现在还没有答应 他回到巴西只是暂时的 所以他还不想加盟巴甲球队 虽然这样说让巴西球迷非常气愤不舒服 但是洛国富确实在中国找到了自信 洛国富的态度值得我们尊敬 国内联赛以及国足的环境已经不再是他刚刚加盟时期那样繁荣了 即使这样洛国富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这才是国脚该有的样子 即便是没有中超球队能引进他 也希望他在退役后 也能回来对我们的足球事业做一些贡献 不管他是不是为了利益 至少在巴西媒体面前说出这样的话 我相信他是真心的 但是现实情况是 国内俱乐部能够引进他的并不多 我相信他在这边的并不舒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